嗨,宝贝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1930年的初秋 在北平的一家医院里 有个小男孩出生了 父亲给他取名为袁隆平 小时候的袁隆平很调皮 充满好奇心 他喜欢追根究底 总能提出一些让老师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 老师常常说 袁隆平,你别胡思乱想哦 好奇的袁隆平才不听呢 没有答案,那就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六岁那年 袁隆平和同学们去参观了一个非常美的园艺园 金黄的梨挂满枝头 紫红的葡萄垂在架子上 四处开满了鲜花 这个美丽的园艺场在袁隆平心中 种下了一个田园梦 从那时起,他就特别喜欢大自然 盼望着长大以后能去学农 长大以后,袁隆平 圆了小时候的学农梦 1953年8月 他从农学院毕业 来到湖南一所偏远的农校工作 在这里,他不光教书 还带学生们做实验 为了帮农民提高粮食产量 他们研究红薯和南瓜 有一回,竟然种出了一个超级大红薯 1959年至1961年是困难时期 全国闹饥荒 袁隆平也挨了不少饿呢 靠吃野菜,树皮活命 由于营养不良,还得了水肿病 看着人们挨饿 袁隆平非常难过 他下决心要让人吃饱饭 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土豆 是世界上五大主要粮食作物 当时只有水稻在培育优质 高产的品种上停滞不前 而南方又主要是以水稻为主食 急需提高水稻产量 袁隆平想啊想啊 满脑子都是高产水稻 有一天晚上 他想着想着就进入了梦想 他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粮那么高 颗粒像花生那么大 他和朋友们坐在稻税下乘凉 这个美好的河下乘凉梦 给了袁隆平很大的鼓励 为了水稻增产 袁隆平不断地查资料 搞水稻直播试验 他还去向农民请教 当听说他们要翻山越岭 去别的村庄换稻种时 他十分好奇 为什么要换种子呢 农民说 多施肥不如情换种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经验呢 袁隆平立刻意识到了农民们的迫切需求 那就是高产的水稻种子 他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水稻是自画兽粉的农作物 不需要外来的花粉 自己就能受精 结实 可是该到哪里寻找高产的种子呢 只能向大自然的这个神奇宝库求助 袁隆平不顾风吹日晒 常常只带点馒头和水 蹲在稻田里寻找长势特别好的水稻 一天 两天过去了 一个星期 半个月过去了 袁隆平一无所获 可他不会轻易放弃的 终于在观察了上万株水稻后 1961年7月的一天 袁隆平终于发现了一株 长得特别好的水稻 他和助手惊喜地数来数去 这只稻穗上共有230例稻穀 他高兴极了 给它取名鹤立鸡群 不住地夸他 真是个好妈妈 第二年 袁隆平满怀期待地撒下 鹤立鸡群的种子 种了一千多株 他认真观察 施肥 除草 天天盼着丰收 收获的季节到了 可稻猪们表现得并不好 瞧 高得高 矮得矮 粗得粗 细得细 没有一株赶得上它们的妈妈 袁隆平很失望 他反复琢磨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袁隆平一直不停地想啊想啊 反复地查资料 每天都去稻田里仔细观察 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到有一天 灵感来了 他意识到那株鹤立鸡群 是有杂种优势的天然杂交水稻 所以他的后代才会出现如此显著的形状分离 大自然中出现天然杂交水稻很偶然 但我可以研究人工杂交水稻 想到这里 袁隆平高兴地跳了起来 他要揭开杂交水稻的奥秘 既然大自然中存在天然杂交水稻 那就一定存在天然的雄系败玉珠 只要找到它 就能解决水稻杂种 有势利用的问题 袁隆平和妻子助手 不管高温酷暑 不怕刮风下雨 在茫茫稻田里一株一株地观察 这个不是 那个不对 在观察了十四万株水稻后 他们终于找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败玉珠 但是 这实在是太少了 不够做试验 他们只能继续寻找 在第三个年头 终于找到了六株天然雄性败玉珠 越往南走 气温越高 水稻生长得越快 为了加快研究速度 袁隆平和助手们 在湖南 广东 海南 动地不停往返 他们曾遭遇了很多困难 试验田的央苗曾被人恶意拔光 地震和洪水差点毁了央苗 反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声音不时传来 好几年过去了 他们人没有成功 多年的失败让袁隆平逐渐意识到 他们用来做研究的水稻 都是人工栽培水稻 近亲联姻 后代不好 他们决定去荒野里寻找 天然雄性伴游野生道进行杂交研究 又是漫长的寻觅过程 直到1970年10月 在海南的一处荒野里 袁隆平的助手等人终于找到了一株 天然雄性伴育野生道 身在北京的袁隆平 非一般地赶回海南进行研究 后来 这株野生水稻被取名为野败 她成了杂交水稻的好妈妈 1973年 杂交水稻研究终于成功了 杂交水稻成功地提高了水稻的产量 它解决了很多人吃不饱饭的问题 今天 杂交水稻的产量仍在不断地提高 人们把杂交水稻称为东方磨道 把袁隆平称为杂交水稻之父 全世界的人们都感激袁隆平 这个一生从未停下脚步的老人 从来没忘记年轻时 那个美丽的河下陈凉梦 为了这个梦 她仍在稻田里奔波 好了 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格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 格子酱讲会一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